TVB师弟马德中 12月25日现身香港湾仔会展中心 出席冬日美食节活动 马神更开金口献唱歌曲 和粉丝一起庆祝圣诞节 更有粉丝拿着他早年的CD到场拍照 马神似乎都有点惊讶 每中心中的温柔 也只能够却协议的自己 愈知愈追 万能够珍惜自己 有天即时奔迷我高尚的我 真必想念 非常奇妙 因为我刚刚在收拾家里的东西 我看见还有我还有全扩的 对 然后我就想着 要不以后每次出活动 拿一点送给粉丝 没有想到他 我还没有做这个动作 他已经拿着我的CD在手上 真的非常高兴 那这次开口唱歌后 想必以后会有更多的客户 找他在各种活动上献唱 不知道马神 有没有打算 重新在音乐方面发展一下呢 没有了 没有了我觉得我们演员唱上主题歌挺好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拍的剧嘛 然后去唱主题歌是挺有感觉的 你说当歌手真的没有想了 另外早前马德忠在TVB万千新会颁奖礼上夺了师弟 最近是不是超多人送祝福 庆功宴办的停都停不下来呀 没有时间去庆祝 有些朋友打给我 三个月 但是一直在工作 刚刚也去新加坡拿了一个人气奖 然后昨天才回来 今天有活动 我希望能尽快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吧 最主要就是具足的庆祝吧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他会的人 Timothy 别演奏 很多朋友们 你不能割光